反华制裁,當然要準備好了 如果立即通過這個法案 凡是有外國去制裁中國 中國就有一個法律的理據 去馬上作出行動 其實現在中國作出的反制裁行動 都很快,不過就從外交層面 例如外交發言人,華春瑩 他們發言去做一個反制裁 將來有法律基礎會更快 好,今天想和大家說說匈牙利 匈牙利,我發覺最近 國內的活動又似曾相識 首先說6月4日 匈牙利阻止了歐盟發佈一份在香港問題上批評中國的聲明 匈牙利政府用了一票的否決權 阻止歐盟發表所謂涉港聲明 這是兩個月之內 匈牙利政府第三次 對歐盟試圖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 表示拒絕 德國外交部說 匈牙利拒絕投贊成票行為表示譴責 匈牙利再次阻止歐盟就香港問題發表聲明 令到歐盟的外交政策受到破壞 這是6月4日發生 我想問一問 投票都會受譴責嗎? 投票不是因為表達個人意願嗎? 投票不適合你 深水的票你可以譴責 這是西方民主嗎? 這個意思是 可能德國說 英國、法國、德國 自己都投票贊成 你一個歐盟國家 兒子 匈牙利投反對票 令到歐盟達成不了一致的意見 去譴責中國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小數為何不服從多數呢? 不要阻頭阻勢 西方民主 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 你可以說 他也說得不是沒有道理 是不是應該小數服從多數呢? 現在似乎這個制度就不是 就是說 如果你投票一致通過 才可以發表聲明 改例 你就改一下 沈庸豪、匈牙利出去 除非你改 6月4日匈牙利政府做了這件事之後 立刻有反應 首先 布達佩斯 現在的市長是反對黨的 布達佩斯的少數政客 就開始出一些反華的噪音了 譴責匈牙利政府了 另一方面 6月5日 星期六 出現了這些場面 數千人 上街示威 當然包括大學生 以及一般市民 反對黨的反對 抗議中國復旦大學 Low Fudang 這裡寫著 標語 抗議中國復旦大學 在布達佩斯 建立分校 反對者認為 這個施立分校 都會影響自己國家的高等教育 增加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 所以 他現在出來抗議 反對 執政黨 執政黨的有役政府 這個總理 叫阿戴爾 好了 講講一點背景 參加遊行大學生 就說 政府計劃 建立一個復旦大學 你不如用錢來改善我們現在的大學 估計會耗資18億美元 這個18億美元 就給整個政府 2019年用於高等教育的 系統的費用還要多 你用這麼多錢 大家看看 看看條數 原來18億美元 有15億是問中國的銀行借的 其實是中國的銀行借了15億給你 你自己出3億而已 建立一個大學 增加增加 其實建立一個大學 不是增加你本土學生的 升學機會嗎 是吧 我覺得這方面 為什麼不可以建立一個復旦 而一定要改善 所謂改善你本身的高等教育 另外 我剛才說過 布達佩斯市長 卡拉松尼 他是反對黨的 去年上了一場 意外地上了一場 可能有些人扶植他 他就說 他都認為 在這個復旦大學 中國侵犯人權的 他就會 怎麼反應呢 就是 他以中國侵犯人權的受害者的名字 就會將該地區的四條街道命名 什麼街道呢 有四條街道會改名 第一條改為達賴喇馬街 第二條改為自由香港路 第三條改為維吾爾烈士路 第四條改為主教謝士江路 謝士江是一個福建的地下天主教 不和中國政府承認 甚至多次入獄的意思 這個布達佩斯市長 就說 將會將他四條街道改名 做抗議 這樣反對 其實匈牙利 政府一直和中國 好好交流 都很支持 這張照片 可以看到 3月24日 中國國防部長 魏鳳和到訪匈牙利 就和匈牙利的總統亞戴爾會面 匈牙利一直在歐盟當中 是和北京的關係最密切的國家 他是第一個和中國簽署 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 去年就和中國貸款借了18.55億的美元 建造什麼? 建造連接布達佩斯和塞爾維亞首都 建造貝爾格萊德的空塞鐵路 將會建造 去年就借了錢 另外 匈牙利是率先採購中國疫苗的國家 他的總理首先自己接種了中國國藥的疫苗 這就是匈牙利和中國的一些關聯背景 其實一直的關係都很好 這就是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他就是汪文斌 汪文斌主持記者會 就是昨天 然後他就回應個別政客 反對復旦大學設分校 外交部回應 他說這個是跨國合作的辦學 是促進各國民心相當的重要平台 加強教育國際合作的普遍實踐 是符合當今時代潮流和各方利益 希望匈牙利又灣人士保持客觀理性 科學的態度 這就是汪文斌馬上作出的反應 其實呢 說真的 剛剛 李同說了 我們中國很快就會有一個反制裁的立法 其實呢 立法之後當然是 反制裁的反應會好些 其實之前呢 我也想和大家回憶一下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汪文斌和華春瑩 究竟呢 最近呢 如何反駁 外國的一些言論 或者行動 剛才你提到 布林肯的國務卿 就是 說這個 抹黑中國的 疫苗的實驗室 出來 是不是 不是自然出來 就要求 病毒出來 就是 病毒 要求中國 給美國去 派人去 中國去 查 華春瑩又說 喂 如果你被人 詆毀 冤禮 無滅 有些事發生 你會不會被人進你家裡去查 翻箱倒楼 這個不是給不給的問題 就是 美國經常說 你沒事 你讓我進來查 華春瑩又說 這個不是給不給你進來的問題 而是 這個是主權 這是專業的問題 你現在誤會我 胡亂作 那麼 汪文斌就說 其實你2003年 你當時也是 所謂通過這個情報部門 詆毀伊拉克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 後來你也承認了 你用這個原因 這個藉口去侵略別人的國家 還要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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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麻煩你現在 都停止沒有在中國 麻煩你尊重 尊重大家 這樣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中國 給你美國進來查 那麻煩你 美國 給中國去查 查什麼 更早的時候 大半年前 美國突然間 在短時間內 死了很多人 是因為電子煙 當時是說 賴電子煙 沒有理由 只是那兩個月 死那麼多人 是突然因為電子煙 其實那時候 很多人已經說 當時因為電子煙 而死 所謂因為電子煙 而死的人 其實就是 可能已經是有新冠肺炎病毒 而致死 你讓我去翻開那些棺材 找那些人出來 查一查DNA 看看有沒有病毒的DNA 是不是 如果這樣說 好了 華春瑩呢 之前還有些反駁什麼呢 比如說 他說 兩岸原聲提不住 興周二個萬重山 就是說你如果不進步 你是詆毀對手 你原地踏步 對中國的發展 一天千里 一聲就過了 華春瑩特別提到 就是奧運 日本 特別提到 美國是否很著重奧運精神 奧運精神是怎樣 超越自我 自己戰勝自己 你不是踩低其他國家 而令自己贏 你不斷地自己去進步 這個就是奧運精神 還有呢 關於這個 是 誤免新疆滅族 華春瑩說 你殺這個 穆斯林的人都殺不少 你在阿富汗 伊拉克 敘利亞 等等 80個國家 其中有80萬個 平民是死了 大部分都是穆斯蘭 這個回教徒 令到幾千萬人流離失所 喪失家園 這些 就顯出你對穆斯林的人做了好事 最後又說到華春瑩提到 你不要當現在中國是清朝晚末期 你不要當自己還是八國聯軍 你不要當自己是用幾個大炮 洗幾個大炮來 整隻船過來 船到有幾個大炮 就可以轟炸到中國的大門 今時不堂往日 所以現在外交部 有華春瑩 有汪文斌 有趙立堅 我們真的看到 加上一個互聯網世界 基本上我們做的反擊已經很快 立了一個反制裁法 將來我們的行動更加快 也更加有法律基礎